台北捷運每日的旅遊運量高達兩百二十萬人次 中間都會發生所謂的偷拍或者是性騷擾案件 那麼透過了大數據來分析 在今年一月到四月做出了幾種不同的統計 那三個站頻率最高呢 前三名分別中校新生站 台北車站以及最多發生偷拍性騷擾事件的是 中校復興站 這個是從這個人流的多寡 大家可以發現三個站其實都是共構不同的路線交會 那麼三個站的共通點就是人潮非常的多 所以三個站這樣子的騷擾案件 跟偷拍的情況最多 什麼樣的情況呢 像是性騷擾案最常發生在車廂 以及電扶梯上面 時間在早上的六點到十點 大概是大家密集上班跟上課的這個時間段 另外妨礙秘密案 也就是所謂的偷拍事件 最常發生在電扶梯以及站體的進出口 這個地方 時間點落在晚上的六點跟十點 跟人潮進出的洶湧有關 跟上班你的精神狀況 跟下班你的精神狀況有關 馬上來看今天捷運警察 針對捷運站當中 偷拍性騷擾事件 給大家的提醒 台北市中校復興捷運站是捷運警察調查 發現偷拍率跟這個性騷擾案件最多的車站 主要是因為它連結了板南線以及文湖線 兩個車站交接在一起 因為人潮眾多 犯案率也跟著提高 人潮洶湧的中校復興站 進成了偷拍熱點 捷運警察大數據分析發現 今年一到四月 防漢秘密第一名的車站 第一名是台北車站 之後包括中校復興 中山站 中校敦化站 全都榜上有名 晚在六點到十點的下班時間 趁著民眾下班 竟決心不告犯案 尤其現在夏天到了 女性穿著難免清涼 搭手扶梯 很容易就遭到有心人事鎖定 多注意吧 因為這個站就是 本來就比較多人 就會有人靠你很急 會一直貼著你 那你就大概知道說他在幹嘛 監視器跟拍下 七十多歲的老翁進站後 趁著人潮很多的時候 磨蹭搭捷運上班的被害人 因為是慣犯 被害人一報案 就找到這名監信勞翁 捷運大直站 也出現了犀胸色狼 最常出現性騷擾的車站 排名中校復興 中校新生跟台北車站 時間落在早上六點到十點 鎖定上下班時段 人潮密集時 歹徒容易下手所致 捷警隊公布數據 也加強派警力巡邏 也提醒民眾 如果感覺到被侵犯 一定要大聲呼救 才能抓到監視狼 華視新聞 陳友林劉俊男 台北報導